歲月久 生長激素才能分泌得越多 越能長高 錯 睡太久頭會暈啊 來不運動 最充足就可以了 但是十層還要睡 十層 要跟著太陽走 我常跟那種大葉斑也瘦很高 大葉斑它長高的時候 才去上大葉斑 今天下午六點 晚上十點 超市實在有健康 有時候我們做這一行的 沒有辦法控制 上廁所的時間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有時候你去大陸拍戲 荒郊野外 要上不上 那你如果說你要上 你要在荒郊野外上嗎 那你是不是忍住又很痛苦 又不舒服 我一直要講一下 忠心靈有一次 就穿古裝 然後去上廁所 我說你這要上 要上然後半夜起來 那衣服就沾到大屁 所以我都不敢去上 就想說 算了 忍住 可是我真的是因為這個工作 我毅然決然開始訓練自己 上廁所的習慣 因為小時候真的沒有訓練 我什麼訓練 就是我早上就會養成習慣 我一定去上廁所 而且我就有儀式 比方說我一定要吃點東西 我要喝杯咖啡 我就算只睡一個小時 我也會提早起來做這件事 我才要出門 然後我每天訓練自己 每天訓練自己 訓練到我的腸胃知道 如果只要醒來了 我就應該要上廁所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訓練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要跟廖醫師說一次 就是 因為我的腸胃本來 就真的沒有大家這麼順暢 所以我沒有辦法 五分鐘就上完 你可以等待有變異的時候 再進去 是 我都是有變異的時候再進去 那它是超過五分鐘 對 但是它完全變異要結束 它真的挺長的 我不能說 五分鐘時間的 然後我們再上去不斷 可是問題是這是變異 萬一變異太容易來的話 我不是要插話了 因為我正要呼應 保姨剛才講的 其實最近在日本很紅 是食慾 慾是教育的慾 禮食的教育 那我覺得應該推的是便慾 就像你剛才講的 真的就是便慾 從小訓練自己在 應該規律的時間去上廁所 那上廁所一次時間 不要太長 10分鐘 上廁所的姿勢是怎麼樣 譬如說 像前傾等等 那不要看書 這個教育是很重要的 那到你們可能就沒有什麼 幫我們幫忙 對 真的從小教育 所以我們現在還來得及嗎 來得及 我是周老師習慣講這種話的 對 謝謝 你們家人是都有這個問題嗎 沒有 只有我 只有你 只有我 因為像我這幾年 就是我說吃到十顆蟹藥的這幾年 我曾經就是一個月送三次的急診 然後都是因為這個俗稱那個腳腸殺 就是腳腸殺 就是應該是腸子脹氣 對 腸子脹氣 然後被送到急診 然後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送到一個急診 然後一個非常非常年輕的男的那個 還長得蠻帥的 實習醫生 他就是拉著我去照那個X光 然後照完之後 他就面色凝重 然後看著我 我想說完了 該不會是不好的吧 他就說 然後他就抬頭看著我 他就說 哇 斯小姐 我給你打包票 從我開始做實習醫生以來 我沒有見過腸子腫得 這麼大的病人 然後我當場整個掉漆 你知道 我就覺得 哇 好丟臉 然後就問我說 你到底吃了什麼 然後我就開始回想 對 我吃了十顆蟹藥 所以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吃蟹藥 吃太猛了 所以他那個腸子 蠕動得太快 他習慣 可是很奇怪的就是說 他蠕動 可是便便還是不出來 對 所以他那個氣啊 就在腸子那邊卡住 就一直循環 一直循環 對啊 那你們有試過 比方說 因為你們養成習慣 吃蟹藥了 但是 卻沒有辦法 按時去上廁所 但是在工作的時候 那個變異來的時候 怎麼辦 很可怕 我也是就是這樣 那時候也是拍戲 後來也是便命 然後我就吃兩顆蟹藥 因為我還是會 那時候國中吃嘛 十顆 但是等畢業之後 我還是有吃兩顆 因為說 導演每次他們就說 一找不到宋馨妮 他在廁所 他一定在廁所 因為變成 我覺得更可怕的是 吃軟便劑 如果他會一直讓你想便便的話 你就24小時要蹲在廁所 對 因為他是讓你 對 他不能等 他一直有變異 可是變不出來 所以那時候只要 一喊導演看的時候 沒有我的戲份 我幾乎就是在廁所啊 或是在家的時候 我就會抱枕頭 一直在廁所 一直等在廁所 對啊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他們那時候 有一陣子說 我是不是腸躁症 以為我是腸躁症 然後我跟他們說 我不是 其實我是因為便祕 但當然也是因為生活緊張 因為那時候要背劇本嘛 然後整個很崩 我那時候一進去劇組 大概也三天沒便便 然後就開始人就不舒服了 所以開始吃蟹藥之後 半夜吃 我就習慣 後來變成半夜吃 但是更不好 因為半夜吃變成 你半夜起來便便 然後早上精神更不好 所以 覺得你這還是腸躁症 是腸躁症嗎 腸躁症 腸躁應該會有點落著 可是它有很多種 便秘型的 Constipation 便秘型的腸躁症 便秘型的腸躁症 緊張壓拉住了 所以你要去練習那種放鬆的運動 怎麼放鬆 就是把肝門拉緊 然後感覺到放鬆的感覺 就慢慢練 肝門拉緊怎麼感覺 肝門拉緊怎麼感覺 肝門拉緊 縮緊 肩夾 縮緊 縮 然後再放鬆 肝骨加緊 好難喔 我想你來試腸躁症 所以蔡博士 但剛剛講腸躁症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可怕 就是大腸癌 是不是有哪一些 其實是可以看得出症狀 大腸還是沒有症狀的 大腸唯一就是要做檢查 健檢 沒有任何的症狀嗎 我經常講說 我以前推歸運動 我弄個表 說你如果發現你的大便有油 有血 有細細的 有一下大便 一下便秘一下拉肚子 要去看醫生 通常有這種症狀出來的時候 你已經第三期第四期了 便秘會造成死亡 這兩個應該沒有直接的關聯 但是它 因為便秘的問題 因為會讓身體的發炎指數升高 如果說它本來就 像坐月子的確 因為吃太油 吃太補 會有 已經有一個脂肪肝的底子在了 再加上身體的發炎指數一直很高 然後會讓脂肪肝的情形更加惡化 是這樣子的 但是不是直接的關聯 其實因跟果 因為你便秘 所以裡面的菌種不好 所以你的毒素多 所以你就更容易 剛才醫生講的發炎就多了 對 那你脂肪肝就加菌 發炎 你的那個 動脈硬化就會加快 加劇這樣就更嚴重 因果有一點關係 不是直接關係 我們要處理便秘的問題 但這個方法一定是要用對的 像剛剛你又說要吃蟹藥 所以變成 我還有喝過麻辣湯 對啊 他也很有用 真的 因為我以前朋友就是 有男生就是常便秘 然後他們就說心裡 喝麻辣湯 對啊 卻配放 然後我就說好 我跟我說我真的喝麻辣湯 喝那種兩三碗 因為很愛吃麻辣鍋 可是一天真的狂辣 那是拉肚子 那不是要解決便秘的問題 沒有 你就覺得吃麻辣鍋 當然是下面會辣辣的 可是你就覺得 有舒服 對 所以麻辣湯是 因為有油 因為對腸胃道太刺激的方式 包括其實房間有很多都是 使用那種強刺激 那這樣子都是傷害腸胃 可是腸胃是要陪伴我們 至少五六十年 七十年 對啊 他用一輩子 像很多老年的病人 他比如說做過化療 還是做過其他的治療都好 如果是腸胃不好的 我們終於講一句 胃氣 決定這個人的生死 胃氣 胃氣其實就是你腸胃道的好壞 你能不能吸收營養 決定這個人 可不可以撐過這一道 這個病的難關 對啊 所以 就是不能現在就開始傷害他 像我還有病人 他為了減肥 然後也是常吃那種 常吃房間的那種 其實減肥藥 房間很多減肥藥 其實裡面都含有 番茄液還是什麼成分 對 他吃到現在 他的腸胃已經壞了 然後不到二十歲 就有發生過胃潰瘍 然後現在比較好一點點 可是他只要吃到一點點酸的東西 他就胃痛 那絲絨那時候還有吃什麼草莓肚 穴道按摩動一動 讓你順暢無比 這個地方 動幾眼 是一個 平常就是 如果說要排便之前 有一點點病例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按摩 刺激他 在手掌上 對 四個指頭的中間這個地方 哇 真的有酸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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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